新北市新庄发生凯人案 嫌犯因为不满死者公司的员工 曾经当面骂他 还怀疑是死者背后讲他的坏话 趁着对方下班之后准备回家时 从背后袭击 造成被害人身中四刀送医不治 习惯之后 嫌犯也骑车到新庄分局来自首 也已经被依法送办 橡胶公司负责人 下午五点准时下班 才刚跨上机车倒退 准备骑车回家 对面敏男子突然冲出来 从背后袭击 两人打成一团 负责人遭砍伤 送医不治 16号下午五点多 一名男子骑车来到新庄分局自首 说自己砍了人 并公称是因为日前对方公司员工 当面呛他是酒空 只会喝酒闹事不做正事 他认为是死者背地里乱讲话 因此趁对方下班准备回家时 持武器攻击 死者身中四刀送医不治 现场拉起黄色封锁线 死者的机车倒在地上 嫌犯和死者公司就在斜对面 两人上下班几乎都会遇到 但疑似互看不顺眼 截下梁子 犯贤是表示说因为他们经常瞪来瞪去 而且他也表示说对方可能曾经有 经常说他坏话 引起他的不满 才会造成今天这个行凶的过程 对死者有什么不满啊 身头大恶让你要砍他 有仇吗 他平常是要弹你吗 还是怎么样 你们有曾经讲过话吗 面对询问不发抑郁 嫌犯失守伤害自己的朋友 导致他伤重不治 虽然主动自首 但还是得面临刑责 记者林汉婷 坦可毛卫生区小组 新北市采访报道